請問你脫衣線怎麼問幾對 三對 非常好 剛剛筆的動作裡面自己去拆解喔 好 請問你第一個 剛剛筆的第一個是不是這樣子 請問你那個叫什麼線 非常好 耳下線 請問你第二個的那個是在下漢谷的地方 這叫什麼線 第二個是不是這個叫什麼線 漢下線 對 我上這個題庫班我都會比較偏用問的喔 懂嗎 那偏用問的不是要給你苦讀 是因為為什麼有問你才會思考 有思考講出來的答案 你才會真的是記得住的 好 那我問你最後一個 你比到的前面是不是靠近舌頭了 那叫什麼線 舌下線 很好 所以再次拖衣線總共有幾對 三對 請問你三對是哪三對 下線一起念來 看下線 折下線 對 老師也跟你們一起讀 這樣看到嗎 我也要跟你們去考試 懂嗎 我就坐在你隔壁 知道嗎 不要偷看我的答案喔 好 所以鵝 哇 你課我真的會課他 哪有課講完的事啊 耳下線 漢下線 舌下線 有沒有看到這三個線 好了 那現在的話呢來請問你 耳下線 漢下線 舌下線 第一個我們剛剛比的是什麼線 所以誰最大 就是第一個比的最大 對 所以耳下線最大 誰最後一個比 所以誰最後一個 誰誰最小 對 所以蛇下線最小 很好 好了 繼續 耳下線 漢下線 舌下線 請問你齁 人家在幫你塞 齁 你今天給我打 請問你都塞在哪一個拖衣線 人家這樣塞下去的時候 都會塞在哪一個拖衣線的部位 所以請問你誰又叫塞線 當然那個塞不是可以用塞的塞 知道有沒有聽過塞線炎 塞線炎這邊是不會症起來 有啊 才是低頭皮 好啊 好啊 才一分啊 兩分 就是那個叫做低頭皮 好啦 所以為什麼低頭皮 不是這裡腫起來 是這裡腫起來 所以請問你齁 有沒有聽過低頭皮 有聽過嗎 豬頭皮啊 就是那個脫衣線發炎的時候 整個就塞線炎整個會腫到 很像串碗波朵那個敵缸這樣子 不知道嗎 其實那個就是一種脫衣線發炎喔 可以了嗎 這寫上去 這是最近的考題 他說請問你下面何則又叫塞線 耳下線 記住 開紅塞的脫衣線是哪一個 塞的對 耳下線 所以那個叫做塞線 這樣會嗎 可以了齁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裡我要請大家再記根深入一點點 那耳下線分泌出來的拖曳呢 是什麼樣的拖曳 比較黏的嗎 還是稍微水水的呢 這裡分泌出來的是比較水水的東西 比較水水的我兩個跟你猜 一個叫薑液型的拖曳 一個叫黏液型的拖曳 你覺得它叫薑液還是黏液 比較水的 所以叫什麼液 薑液 知道嗎 薑液是比較水一點的 黏液就是黏醜黏醜的 黏液就像痰 快要吐死了是不是 然後薑液就很像什麼 起水泡的時候好不好 起水泡的時候戳破 那個流出來的那就是薑液 夠清楚了吧 好 好好的學 老師要用心的教 你也好好的用心 為自己的夢想而努力 所以最大腦在線 它分泌的拖曳叫什麼呢 薑液 你也可以這樣子背 如果考試再問深一點 它要問你分泌的口水是什麼液 譬如說耳下線又叫什麼線 塞線 你知道嗎 就跳 將將將將 將將將將 有沒有這種腮肉帶子大條 知道嗎 很好 所以分泌的是薑液型的唾液 所以就寫個薑液 好這樣子 好 那我問你耳下線 汗下線 蛇下線請問你 誰分泌口水量 是最多的 你就記住 我今天流了好多汗 好多汗 所以請問你哪一個唾液腺分泌口水量 是最多的 好多 不用用諧音教你了 懂嗎 所以叫做汗下線 這 汗下線寫上 分泌量 最多 好了 順著這個東西 那汗下線分泌的一個唾液量 是最多的 好 那它這分泌什麼唾液呢 好 我跟你講 它分泌的唾液除了有姜 因為它分泌很多 所以它有分泌姜液型的 也有分泌黏液型的 所以我寫姜跟黏 不要回去跟我說 它分泌姜加黏喔 姜加黏同學有沒有來上課 蒜子有夠大顆 懂嗎 它有分泌姜液 也有分泌什麼東西 黏液 會不會 所以記住 誰會分泌姜液加黏液 你兩種都分泌喔 對喔 因為我分泌很多 所以哪一個最多 哪一個 是哪一個分泌的 和下線 好不好 我也用大量的技巧方法 再教大家記得 好用心喔 來 往下 蛇下線它會分泌什麼樣的唾液呢 現在只剩這一個 蛇下線的哪 你看上面是薑 這是薑跟黏 對不對 這下面就寫一個就好了 因為它很小 所以分泌的口水 就不那麼的多 所以它的口水就比較水 還是比較黏 比較黏的 非常好 哇好聰明喔 很好 所以就寫上去 就叫黏液型的唾液 黏液型的 好棒喔 好了 接下來孩子 依照我剛剛跟你比的手勢 去想 耳下線 汗下線 蛇下線 誰 位在口腔的底部 你現在馬上腦筋一轉 你是想到那個動作 你絕對不會給我想到課本上的某一行吧 它是想動作 想課本 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把想課本喔 你口體要做到黑喔 那真的很辛苦 想動作 請問你 哪個唾液線位在口腔的底部 你剛剛摸了哪裡 是在口腔的底部 告訴我 折下線還有一個 對 非常好 那我問你哪一個是位在耳前下方 耳前下方 去摸 我一問你的手 耳前下方 是不是 那個叫什麼線 耳下線 好 好 好